不知道你有多久没睡一个好觉了 开始在美国生活之后 感觉睡眠品质一直在一个 睡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状态 两年前我们搬到现在的百年老屋 一瞬间所有待办事项 就好像可以绕太平洋一圈 被焦虑掌控之后 与其被动失眠不如主动熬夜 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 然后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 半夜就要醒来跟天花板大眼瞪小眼 谁不知道充足又好的睡眠品质 是可以增加免疫力 修复身体细胞 增加注意力 减少压力 但是像我们前一阵子深刻的感觉到 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身体的状况变差 那个程度已经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所以我跟G就下定决心要找一个方法 我们就用这30天先来记录一下 重新当我们自己身体的主人 这支影片我们会总结 许多睡眠专家的一些方法 还有综合脑神经学家的智慧 我们自己实测这些方法 希望这些方法里面也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哈喽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来的朋友 我们是Tipico Girls 是两个在美国漂泊打拼15年的女生 我是A 我是G 提供给你不一样的选择 第一天把自己的为什么写下来 关于睡觉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都略懂 首先先找出最诱惑你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想要有高品质的睡眠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拥有更好的体力 变得更健康 但对你来说可能是想要有更长时间的专注力 或者是更强的记忆力 大家想要的都不太一样 在《睡眠处方签》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睡觉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简单粗暴的拆成两个部分 就是睡着还有醒来 睡着是抓不住了他 你只能等到他来找你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深深抓住的魔法 就是醒来 设定一个醒来的时间 闹钟一响我们就起来 这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于是我们就踏上欢快的脚步 设定了闹钟 并且告诉自己 明天一定要在闹钟一响的时候就要起来 果然不管是谁 在床上的话都不能相信 手机真的是离床太近了 闹钟响的时候呢 就这么简单的就可以按下再睡一下的按钮 看来真的是要把手机移到一个离开床 才可以碰到的地方 依照睡眠专家Arik在睡眠厨房签里的说法 当你持之以恒在固定的时间起床 你的身体就会知道说 哎哟G没有在攻身球 其实你的身体 它自我保护意识超强的 大脑分分钟都在运转 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受伤害 所以你的身体就会知道 你要准时起床这件事情是认真的 晚上就不会月亮不睡我不睡 早上准时起来的话 也给自己一个真心喜欢的奖励机制 像如果跟G说早起可以去运动的话 他就会跟我说再无分钟 那他的奖励机制就是 带我们的小帮手去公园里 或者是去不一样的山里走走 第三天 看看这个让G快乐的小表情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奖励 没有狗妈私讯我 我们小帮手借你 今天早起的快乐归功于昨晚睡觉前 把手机放在离床最远的地方 没有想到只是这么1%小小的改变 不止不赖床的 连睡前都没有手机可以刷了 第一周过后 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奖励机制 跟把手机放在离床最远的那个角落 达到设定的起床时间 当然很诚实的说 还是有点浮动跟我的体重一样 不过我睡着的时间还是很不固定 感觉生理时钟还是有点乱乱的 但到第8天开始我打开了 Andrew Huberman的Podcast 他提到了 调理生理时钟最有效的工具 其实就是太阳光 更精准的说是日出与日落的太阳光 在起床的10到15分钟内 看向阳光5到10分钟 于是我开始实施这个看太阳光的计划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清醒 也可以让你一整天下来 都可以处于一个比较清醒有活力的状态 当你一天都是一个比较高能量的状态 就可以把你的电力用完 晚上自然也可以比较容易入睡 而日落的太阳光 可以让你的眼睛与大脑之间的运作机制改变 让你的身体跟大自然同频 从人类进化长远的历史来看 刻在基因里就是日落等于一天的结束 日落的太阳光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 可以让晚上的蓝光不要那么强烈的影响 褪黑激素的分泌 说到控制睡眠的褪黑激素 Dr. Huber们就有提到其他建议的补充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原始影片看一下 连结会放在我们下方资讯栏 他有强调这些补充品其实都是其次 主要的还是我们行为上的改变 而这些改变才会有最大的效果 第九天 第十天 第十一天 连着这几天 在日出与日落的时候看太阳光 老实说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唯一比较有感的就是 看完日落之后真的会超级想睡 调整生理时钟前提前知道自己的生理时钟是什么 依照自己的生理时钟去做微调慢慢的改变 之前我们都会用Apple Watch 但是睡觉的时候有点待不住 后来发现了智慧戒指 Ultra Human这个牌子 它真的很轻 重量不到三克 不能说是没有感觉 可以说是完全感觉不到 而且充电一次可以使用将近一周 睡不好已经够焦虑了 不用再焦虑电量真的很棒 有它帮我们记录我们的睡眠 属于我自己的睡眠资料 慢慢微调成一个适合自己的生理时钟 这个智能戒指 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地方是 它不只记录我们自己的身体之外 它还会提供给我们适合我们自己量身定做的建议 例如几点之后 就我们不要摄取咖啡因 觉得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呼吸练习 Ultra Human这次找我们 就是试用这个智能戒指 是没有业配的 所以它也让我们很自由的发挥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觉得Ultra Human还不错 想试试看 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如果你透过我们的连结 或者是专属折扣码买 我们会得到一点回馈 就可以投入更多的心力做好影片 多方比较 买自己喜欢 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前面把闹钟放在离床最远的角落 还有设定自己专属的起床时间 设定属于自己早起的奖励机制 好像可以慢慢掌控这个起床的秘诀 但是睡着前的过程还是有一点茫然 第二周开始就减少 咖啡因还有酒精的摄取 每次一到下午两三点 就很想要来一杯咖啡 提提神 一杯下去 精神又满满 可以继续接受来自工作的各种打击 老板最爱的社畜 舍我其谁 咖啡因会怎么影响睡眠 各位珍珠道友们一定都懂 一般睡觉前8到12小时 是不要摄取咖啡因的 有些人会说 哎呀咖啡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啊 像我 睡觉前喝一杯咖啡 一样可以睡得着 那恭喜你 你就是天选之人 不过代价可能就是 睡眠会比较浅 比较难达到 可以帮助身体修复的深度睡眠 睡眠处方签的作者 阿里克 他也提到 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是需要咖啡因 你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想换个环境啊 动动身体啊 例如可以问你的同事要不要coffee break 然后跟着他散步 看着他买 看着他被咖啡因影响 你的精神是不是来了 取代咖啡因的 还有小小的改变你的日常 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一些新鲜事 新鲜事会刺激你的认知 同时你的神经系统会快速的运作 肾上腺素分泌的皮脂酮 会自然的把能量推进到你的身体里 可能你本来都坐电梯 那我们就改成走楼梯 可能本来你是顺时针绕街 那我们就改成逆时针 可能本来你会被老板骂 那你改成去骂老板 先不要觉得这个想法很夸张 你先听听看睡眠专家给你的建议 我们再来评断 把你的头伸进冰箱里 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经过这个很扯的实验证明 认可以刺激神经系统 也有很多好处指出 滚水澡可以帮助训练你对抗压力 Dr.Elisa的研究里也有提到 主动接触冰冷物体的自愿压力 是属于正面的 也是可以很快复原的压力 可以造成身体的应激反应 这个过程就可以帮助细胞的复原 还有再生 所以它不只帮助你的睡眠 还能帮助健康 下次我们下午想睡的时候 打给你的二姨妈 跟她说你准备靠买乐透赚大钱 听听她的风凉话 搞不好也有一样的效果 既然对抗压力的能力是可以被训练的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的压力值呢 Ultra Human Ring它的智能的地方 还包括它可以依照你的心率 HR 心率变异分析 HRV 跟禁止心率 RHR 这三个数值 来计算出你的压力指数 也可以进一步的帮你分析 你是处在好的压力呢 还是不好的压力之中 帮助你更清楚的了解自己 至于什么时候要停止咖啡因的摄取 Ultra Ring智能戒指也会依照你的身体 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停止摄取咖啡因 而酒精的话 一开始看起来好像可以迅速的入睡 但这种快速入睡 反而是一种良好睡眠的杀手 几个睡眠机构的研究显示 一开始酒精帮助快速入睡 抑制了快速动眼期的时间 本来应该在睡眠前期 快速动眼期 直接跑到了睡眠后期 整个改变你的睡眠结构 和生理时钟 让你睡眠变得比较浅 而且容易中断 加上酒精有利尿的功能 一个不被打断的睡眠 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第14天开始 建立睡前的仪式 你不是机器人 没有办法说关就关 所以睡前的慢慢关机 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你喜欢的睡前仪式 建议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让身体慢慢的关机 可以使用智能灯泡 设定睡前一个小时 灯光开始渐渐的变暗 灯光变暗就代表要停止工作 让你的大脑运转慢下来 夜间冥想啦 写感恩日记 看书 冲早 坐在外面看星星 听Podcast 我们自己就很喜欢睡前的拉伸 像Maddie Morrison Yoga with Bert Yoga with Adrien 都是我们很喜欢 可以跟着一起做的瑜伽 另外一个重要的是 这个关机的过程 不可以在床上 把你的床变成 一看到就是要睡觉的东西 睡眠处方签坐者 他用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强调 最重要的两个处方 就是前面提到的 在固定的时间起床 第二个就是 当你没有睡意的时候 就不要上床 在床上除了睡觉 我们不要做其他的事情 第15天 第16天 第17天 在睡前仪式的时间 也可以趁机把卧室调成 最适合睡觉的模式 宽暗的空间 可以帮助 退黑激素的分泌 研究显示 最适合的温度 大概是 摄氏18度 巴氏65左右 都说装睡的人叫不行 你关了冷气 试试看 如果刚好在经历人生一些 比较重大的事件 比如说搬家 或者是买房 找工作 这些都比较难睡觉 是很正常的 白天累积的压力 压抑的情绪 好像都在躺到床上的那一刻 开始思绪万千 想象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后开始担忧 焦虑 烦恼 全部都在碰到床上的那一刻爆发 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 比较难直接翻成中文的词 叫做 Rumination 反除 可以想象成 你的大脑 在无限的反除你的记忆 不断的重复 钻扭脚尖 而这个记忆反除的过程 正是阻碍我们睡眠的杀手 但专家也有提供两个方法 可以透过练习 让我们不要过度的反除 第21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实施第一个方法 今天我们就尝试提前烦恼 每天在还没有日落的时候 给自己安排一个15分钟的时间来烦恼 而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反除 尽情的烦恼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一段时间 不要去想解决的方案 这15分钟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烦恼 可以拿出一张纸或者是笔记本 开始用中文写或英文写 或任何你想要的语言 不要管文法 也不要管语意 通不通顺 反正这些东西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今晚睡觉前 如果你又发现 你自己又在反除的时候 你就可以告诉自己 现在不是烦恼的时候 我们可以烦恼 但是我们要到下一个可以烦恼的时间烦恼 第二十二天 第二个方法 就是尝试有建设性的烦恼 拿一张纸分成两格 左边就写下最近发生经历的一些问题 右边我们可以写下解决的方法 解决方法的重点就是在写下 明天一起床就可以立刻去做的步骤 我们现在已经有解决的蓝图了 所以现在首要的工作就是休息睡觉 等到明天我们就可以用新鲜的大脑 休息完整的身体再一步一步的解决 另外有的时候压力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担心自己的睡眠品质 担心自己没有休息够容易导致睡眠焦虑 Andrew Huberman 他有建议NHDR 直接翻大概就是 睡眠状态的深度休息 他有提供10分钟版本跟20分钟的版本 连接都在下方资讯栏 Ultra Human Ring的App里面也有NHDR的呼吸练习 跟着他这么做的话可以达到深度休息的效果 讲一下这个三十天的心得 首先体感的话 我觉得睡醒之后比较没有以前那种睡醒会有点累的感觉 App里面也有记录我的睡眠品质是有在进步的 压力值也感觉有趋于比较平稳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Ultra Human Ring里面有记录 动态复原指数 透过呼吸练习 冥想练习 有在逐渐的上升 以上这些方法都是提供给想要有更好睡眠品质的朋友 如果你正在经历严重的失眠 或者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 记得寻求医生的协助 这些方法就像是教练给运动员 在场上可以有更好表现的一些建议 但如果运动员的身体受伤了 那治疗这个受伤的部位是目前的重点 最后用一个时钟来总结 想要拥有一个高品质的睡眠的一天会长什么样 设定一个固定起床的时间 看日出太阳 帮助大脑清醒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停止摄取咖啡因 用做一些不一样新鲜的事来取代咖啡因 自由烦恼的时间 看日落的太阳光 睡前仪式 享受一个高品质睡眠 当然我要很诚实的说像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像临时的加班都会影响我们的作息 不要因为喝了那杯下午两点的咖啡 就觉得啊完蛋了 今天晚上都睡不好了 有的时候错过了早上的运动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聆听自己的身体 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也不是世界末日 我们一起练习好好睡觉 隔天起床我们一起当一颗 美丽又闪闪动人的珍珠 什么事 你 他最后再结束你